罗晓晓 你已经被解雇了 不用来上班了 是吗 什么理由啊 这 还没想好啊 我当时签的合同上 可是有明确的解约条款的 我是犯了哪一条 你们要解雇我 晓晓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我来上班啊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你不是也答应我了吗 你想要钱 行 你给我一账户 二十万立马打给你 但你也得给我写个协议 从此不再靠近我和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公司 习总 我都已经听董事长说了 您要这出轨 他就当没您这个儿子了 您说这些钱 够买您的血缘关系吗 你什么意思 嫌少 我待会把账户发给你 你自己看着办 所以你本来要多少钱啊 要到他接受不了为止 上钩了 好好看着 最好录下 你是学着点 你自己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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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都没有接受 天术 你自己看着 我需要 是 你要多少 三十万 行 三十万翻一倍 六十万不能再多了 你把这协议签了 我立刻给你打签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六十万 只购买我删掉这个号码的 至于我跟你的聊天记录 他会不会看到 那我就不敢保证了 你开个价码 什么价码 能瞒你不身败名列 能瞒你不被逐出家门 你就开什么价码呗 要不这样吧 你想好了 再找我 等等 一百万 我全部填都在这儿了 我可以都给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不好 你当初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放过我呢 当初是我不对 我给你赔礼道歉 香香 你别不说话 你要是捅破咱俩的关系 我真的就完了 我还可以再给你辆车 你还想要什么我去买 对呀 算了吧 我也是个念旧情的人 说真的 看你这个样子 我也挺于心不忍的 那我这就给你打钱 你急什么 不是说让我谈条件吗 我要人 你要 我 你想了都还挺美 我要周浩宇 只要你能不干涉 我跟周浩宇 我就放过你 你能做到吗 钱我也可以不要的 但是 你要保我俩长长久久的 我要是因为你 跟周浩宇分手了 那这后果你可是知道的啊 喂 浩宇 你今天有空吗 我真想要他 我只能不能睡 好啊 你疯了 这么多钱你都不要 你还真以为我要他的钱啊 他说我恶心 我还嫌他的钱脏呢 要是不提一个 他没办法答应的条件 那他怎么会同意 我跟他弟弟谈恋爱 这个嘛 就叫极限施压 真的没办法理解 跟你的一些恋爱脑袋 你不用理解 现在呢 我要为我的约会 去买件新衣服了 回见 张浩宇 你还挺准时的 顺路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些事想问你 我希望 咱们今天都能真诚点 别说谎 巧了 我也有事情想问你 那你先说 你利用过我吗 怎么这么问啊 好奇 我本来是想试探着问 但你说咱们今天都真诚 别说谎 我就直接问你了 有过 我说了 我不说谎 那你到底是怎么进的隔美 进隔美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你能跟我一样不说谎吗 你能跟我一样不说谎吗 我这就算是 你真诚